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完就一脚把死者踢下深坑 随着死者的死 国王也知道会迎来波斯的报复 大帝在听到死者被杀后 就很气 立刻派出50大军攻打斯巴达 国王想出兵对抗 但斯巴达国家的法律要求 开战必须要有祭司和议会同意才能出战 而议会的腐败老头早就被波斯利用金钱收买了 所有议员都反对出兵 国王只能召集300个死人士兵出去散散步 在前晚温泉关的途中 林国的光头男想加入他们 但国王告诉光头男他们还没准备好 这时一个丑陋的诸如想加入军队 但为了对型的考虑国王只好拒绝他 但国王没想到 这次的拒绝是导致他们最后惨败的关键 在前进途中 他们经过一个村庄看到村民被残害的杀死 并被挂在树上腰舞扬威 经过长途发射 斯巴达勇士终于抵达温泉关 温泉关第四显要一手难攻 国王与斯巴达勇士正在商量如何抵挡波斯大军时 地面突然剧烈震动 国王转头一看 原来是庞大的波斯大军攻过来了 面对大军斯巴达勇士英勇的奋战 靠着勇们与帝势将波斯大军打得死伤惨重 并将他们推下悬崖 就在这时他们发现有如暴雨般的弓箭向他们射来 众人连满都下用盾牌格挡弓箭 在他们挡下弓箭后 波斯大军又派出骑兵攻向他们 众人摆出三角阵等待骑兵到来 对方人高马大 斯巴达士兵就攻其骑兵的下盘 很快骑兵就全军覆没 面对这一战的失利 波斯大帝只好亲自到来与国王谈判 只见大帝一声金光闪闪的出现在国王面前 大帝向国王表示只要下跪 就原谅他之前所做的一切 但国王却表示连同心恋都在反抗了 斯巴达是不可能投降的 这场谈判不欢而散 回到温泉馆后 国王下令将死气的波斯士兵堆成人墙 当晚大帝派出了波斯最强军队不死军团 结果斯巴达士兵堆倒的人墙压死了军团首领 随后就攻向军团 眼看情况不妙 军团派出巨人野蛮哥 一上来就将国王按在地上 但他可是斯巴达最强的勇士 国王拿起旁边的断毛 刺向野蛮哥的眼睛 然后一刀砍向野蛮哥的脑袋 不死军团也全军覆没 急眼的大帝派出了犀牛冲击 结果被斯巴达一毛刺中要害 大帝又派出法师使用火焰弹攻击 斯巴达士兵看主时机切后排 法师直接被斯巴达一波团灭 无奈之下大帝又派出战象 结果笨重的战象直接被斯巴达戳下悬崖 既然这边打不过 大帝决定瓦解斯巴达内部 大帝找来之前的诸如 面对黄金和美女 诸如果断被犯了斯巴达 他告诉大帝温泉关后面有条小道 只要从那里进入就能解决国王他们 就在他们商量如何重整队形时 邻国的光头男突然赶到 他告诉国王温泉关的小道 已经被诸如出卖给大帝了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坏消息 国王收起苦涩的笑容大喊一声 对斯巴达人来说 荣耀就是战死沙场 只有一位瞎了一只眼睛的士兵 被国王拿到一旁要他回到斯巴达 并告诉所有人 希腊三百斯巴达勇士战死的英勇故事 面对大军压境的波斯军队 国王并没打向投降 大帝向国王表示 只要跪下投降 他和他的士兵都能活下来 国王取下头盔 丢下盾牌跪了下来 只见他大喊一声 士兵都杀了出来 原来这些都是国王的计划 国王用出全身力气 丢出长矛 划破了大帝的脸颊 大帝一声令下 万剑齐发射向众人 众人纷纷倒下 身重速箭的国王拼命的站起来 但面对暴雨般的弓箭 最终斯巴达勇士全军覆没了 故事就此结束 喜欢我解说的你 记得评论点赞分享 我们下一集见 请不吝点赞分享